美国三亿多人现在每年的消费总额是六万多亿美金 我们十四亿人才五万多亿美金 很显然不是一个党事 全面启动或提升消费是第一件大事 为什么呢 三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消费水平 消费水平是评价一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现代化差的比较大 所以消费水平代表现代化的指标的 因此比较全面提升或启动消费 第二个原因就是实际增长的重要的内需是消费 消费起不来的话 整个增长实际起不来 所以得全面提升或启动消费 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四亿中产阶级 要实现现代化 那么我们绝大部分要进入中产阶级的比例 所以要提升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人的消费才行 因为中产消费的提升就为不是中产的人闯着了就业和发展的机会 所以实事务的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全面启动或提升消费